好 大家好 我们接下去这一张第七张啊 水尘的雷巴 水尘雷巴 这个名字啊 好 我们进来看一下 我们先给一些人物整理一些物品啊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美女建设 拿多拿一些铁件 然后拿一些特效药啊 然后我看一下 其他的话也没什么好 这个还有一个英雄之阵 不过我没有去念他 现在也是不能转职的啊 这个很可 这个有人稍微对不住了啊 我们可以这个耐鲁 耐鲁卡鲁可以攻击 又可以那个啊 非常好用 好 那我们到这一张过来啊 这个剧情我就跳过了 然后人物的话 我们选一些大家没有看过了 比如说 那有一些这些人物就是说 量满级了 我们就让他不让他出来啊 那这些没有升级过了 让他出来打一下 啊 这个马也是移动力比较高 比较方便啊 但能力虽然没有其他人那么高 但是也还可以啊 啊 我先看一下啊 这张出来的人物也是挺多的啊 黑暗骑士 啊 然后我们的阎滚滚先生啊 就这样子吧 我还有那个骑士啊 骑士让他出来 我们让这个 骑士 我们再显掉一个啊 啊 我看一下 黑暗骑士 啊 就这样吧 然后把这个 生出来练一练 Busan那些人都满级了啊 不让他们出来 那这种人让他们剩一摆级 那这些只要在 后面 给他们补充一下也是非常方便 当然这些人物也可以出来攻击 非常给力 我们这种三贼类型的可以走上面 比如说这个死神他可以从这边走过去 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boss给打死 我们可以让一些人物没有参战过的 给他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特效 然后这个马应该是骑不过去 这上面的话没有人物 冲 我们用这个看能不能把它运过去 这个是一个提示 这张的boss 我感觉主角的那些马感觉都有点瘦 没有被养肥 我扔了 我们这个头部一击就把他给投死了 上面还有人 这个也可以过来 我们把这个爱奇科给运过去 这个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好 我们这些魔法师也来给他们升一下机 还有我们这个小梅给大家打打看看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我们这个阻截 我按了加速啊 我快速的打 先看一下这个上面的这个 他也有一个骑士动作 我打死之后就会掉出来 好 我们把爱奇科运过来 把它放在这边 哇 还剩水 那可以增加这个魔法防疫 只是暂时的 有回合数的啊 小梅先生 小梅美女啊 那这个必杀人 必杀利先那个 没有增加就是必杀利49 他本身就是属于箭尸类的 所以他必杀利本身就非常的高 算了 这些人我就不去了 我这个起码还会增加魔法 哈哈 oh my god 这是战士啊 不是那些山贼呢 战士比较人模人样 现在就山贼 啊 像头 像头本兽一样 好 我升级了 怎么不出必杀啊 想要看你出一次必杀都这么困难 这个人物大家一定要练啊 这个人物如果不练的话 你到后面你 就算那些人版级你也打不赢boss 必练的啊 必练的 所以有一些人物看到他这个人物啊 看到他这个防御力好像很低 数值好像很低 还有其他一些人能力好像也比普通的那些人物好像也不怎么高嘛 也没高多少啊 所以觉得说感觉他好像很弱啊 其实就是我方的最主力的核心人物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练啊 那不练的话你后面你就 呵呵 你就等着坐死吧 等着坐死 我喜欢用头的 哇 这一把 果然凶狠啊 果然凶狠啊 把他割死啊 好 我们把这个boss给打死啊 我们先来练一下 这些人物啊 这些人物不练不行的 老纳也等级要好的 不过有斗技场的话 他他这个人物啊 我跟大家讲啊 如果有斗技场的话 这个人物去斗技场炼炼炼锦的话 非常方便 基本上不会输啊 基本上每一把都不会输 哈哈 因为他的那个魔法互动啊 所以他的那个防御力 进入斗技场的话 也是非常高的 好 我们来一把这个boss给灭了 哦 哦 哦 还不死 再吃我一剑 射到眼睛了 满级啦 而且可以满级啦 就等着转直 好像起了这个骑士洞杖 哇 能力值也差不多全满了 非常快 好 站领啊 然后跟这个 成立的话 跟他哥哥会合啦 这一张也是算是一个总结杖 好 我们这个季群跳过 第八张 陷阱以及 啊 跟他们会合了 那这一张的话 我们就下一次再讲吧 然后人物的话 这边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其实可以不用整理啊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下一期再讲吧 我们这一张 我们一张一期啊 然后下一张的话 我们再继续接着讲 大家拜拜